诶,欢迎来到大疆聊点啥 大疆刚刚发布了DJI RS3和DJI RS3 Pro相机稳定器 那今天就跟大家小聊一下 这两个机器的特点和这两个机器该怎么选择吧 首先来讲一下这两个机子的新东西 既然是稳定器,那稳定性肯定就是首要的了 RS3和S3 Pro使用了RS第三代增稳算法 比上代增稳效果提升了20% 在本来就强悍的增稳效果之上 再增加20% 这追求极致的做法可以,这很大疆 那再来看看这两个机子新增加的吧 首先是它的自动走锁功能 相比以往需要一个一个的轴手动去上锁 这次新增了一键走锁 单击电源键就可以锁上所有的轴臂并且进入休眠 大幅提升拍摄转场和收纳时的效率 同时在关机的状态下 长按电源键,稳定器就会迅速地开机 解锁并且恢复到工作的状态 在RS3和S3 Pro的机身上 都搭载了一个1.8英寸的OLED触控彩屏 可以用来调节参数和检查稳定器的状态 搭配全新的LIDAR焦点测距器使用时 还可以直接监看拍摄的画面 或者直接在画面中 框选你要跟随的对象 实现智能跟随Pro的功能 那因为是OLED的彩屏嘛 所以它的亮度会更高 即使你在户外也会有很好的监看和控制的体验 在机身的右侧 还有新增的云台模式切换开关 不需要在菜单面板找到想要的模式再选择 只需要一键切换 就可以选择双轴跟随 平移跟随和全域跟随三种模式 可以完全盲操完成操作 用最高的效率完成云台模式的调整 同时跟RS3和S3 Pro一起发布的 还有全新的跟胶件机 手提转换手柄 大将这次云台操控体验的升级 大大减少了拍摄时 因为设备而产生的烦恼和低效 让创作者可以更加专注于创作的本身 那这台i3和i3 Pro用户在购买时该怎么去选择呢 首先你需要确认自己手中的相机和镜头组合起来的重量 如果重量是小于3000克的就可以选择DJI IS3 如果重量是大于3000克小于4.5千克呢 就需要选择DJI IS3 Pro 那常用的相机和镜头组合起来的重量参考 我放在了这张图上面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暂停截图保存一下 这里需要注意了 如果你的设备重量是低于3000克 但是有以下的使用需求的话 还是需要选择IS3 Pro 比如你需要做转使用的场景 像车载拍摄 滑轨拍摄 斯坦尼刚等等 那又或者你需要使用激光跟胶系统 或者搭载大疆最新的涂船DJI Transmission的话 你依然还是需要选择这台DJI IS3 Pro 那好了 关于大疆新秀的DJI IS3 和DJI IS3 Pro 这两台相机稳定器的特点和选购指南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 或者想要聊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区告诉我们 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不要忘了就会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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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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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